iOS 18 控制中心重大变化 iPhone 16 Pro 聚传将支持快充 iPhone 16 Face ID 设计变更 苹果希望 iOS 18 AI 功能提升 iPhone 出货量 三星新款 Galaxy Buds 神似 AirPods iOS 18 对控制中心进行了重大的重新设计 为用户带来了更高水平的定制服务 用户不仅能够依照自己的喜好 随意重新排列快速访问按钮 还能调整其大小甚至删除特定的空间 新引入的空间库提供了一个搜索界面 让用户能轻松地找到并添加自己需要的空间 而且 控制中心如今把功能拓展到了多个屏幕 带来了无缝的体验 一个显著的新增功能是电源按钮 这简化了设备关机的流程 第三方应用开发者获得了为其应用创建专属空间的机会 进一步丰富了用户的体验 控制中心在锁屏上也能使用 并且有可定制的选项 允许用户根据自身的特定需求进行调整 在支持的设备上 操作按钮可以被分配各种控制中心的空间 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新的控制中心选项 比如打开音乐 激活快捷方式 以及第三方应用的空间已经引入 在可访问性方面 纳入了几个新的选项 包括针对听力 运动和视力的选项 设置应用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控制中心的设置已被删除 唯一剩下的选项是在应用内访问 这简化了配置过程 最新的传闻指出 备受期待的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 预计会提供更优的充电体验 支持40W有线快充和20W MagSafe无线快充 当下iPhone 15和iPhone 15 Pro的充电最高为27W 使用20W或更高功率的适配器 所有四款iPhone 15大约30分钟内 可充电至50% 然而 传闻中iPhone 16 Pro充电功率的增加 意味着充电速度和效率的大幅提升 与充电改进相关的另一个传闻是 除了iPhone 16 Plus外 iPhone 16系列预计会配备更大的电池 这个传闻再次出现 增加了人们的期待 iPhone 16系列通常预计在9月中旬左右上市 这些潜在的充电和电视方面的增强功能 可能会成为新机型的关键卖点 据说苹果将为即将推出的 iPhone 16系列的Face ID做出重大设计改变 不过 关于这些改变的具体细节 仍然很少且充满神秘 传闻中的设计修改 已经开始对苹果的供应链和作伙伴产生影响 有报道称 苹果显然是因为预期iPhone 16会有变化 已经停止了从某家半导体公司的订单 预计iPhone 16和iPhone 16 Pro会保持与iPhone 15相似的设计语言 Pro型号预计会拥有稍大的屏幕 提供更好的视觉体验 此外 传闻整个iPhone 16系列会加入一个新的拍摄按钮 以增添功能 苹果一直在积极为iPhone研发屏下Face ID技术 但预计至少要到明年才会首次推出 苹果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即在2024年出货至少9000万部iPhone 16 与上一年相比增长10% 即将推出的iPhone 16将采用支持 Apple Intelligence的下一代A18芯片技术 苹果乐观地认为 这一技术进步将显著推动新iPhone的需求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 该公司在AI功能的开发和应用方面 落后于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 然而目前还没有关于Apple Intelligence在中国市场如何运作的确切信息 因为苹果尚未与一家中国AI公司达成协议 苹果智能最初推出时仅支持美国英语 且不在欧盟推出 这可能会对欧洲的销售产生影响 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 苹果还是通过Apple Intelligence引入了几项新功能 不过新的Siri功能预计要到2025年才会推出 三星推出了新款Galaxy Buds 3 Pro和Galaxy Buds 3 其设计从之前的入耳式风格 转变为类似于AirPods的代表外观 尤其是白色款 据说这种变化是基于统计数据 目的是实现更好的舒适度和入耳稳定性 其空间类似于AirPods Pro Buds 3 Pro有一个独特的Blade Lite用于指示配对状态 但不显示电池电量水平 Buds 3 Pro采用带有硅胶头的入耳式设计和双向驱动器 以获得更好的音频效果 而Buds 3则采用开放式设计 适合不喜欢耳朵被堵塞感觉的人 两者都提供主动降噪功能 但Buds 3的ANC可能效果稍差 它们具有自适应降噪功能 防尘防水等级为IP57 支持无线充电 据称语音通话质量有所提高 它们从今天开始预购 7月24日上市销售